嗨,大家好,我是Wesley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台湾的国民泡面 那我这边介绍的是黑鸡排及湿面 好,那所以这个泡面呢 在台湾真的是历史非常悠久了 我相信有很多四五年级生呢 对这泡面呢,印象一定非常深刻 那对我来讲呢 我大概是在国小的时候 就是大概1983、84年那时候 那我常常在家里都会看到我爸呢 会买这个黑鸡排及湿面回来 在那边冲泡 我那时候觉得他的这个味道呢 基本上闻起来 也是很香 然后再加上他的面条呢 鸡丝面的面条跟一般的泡面面条 又不太一样 那吃起来口感 我觉得鸡丝面的口感 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感觉 个人是还蛮喜欢 这鸡丝面 他的这个味道 那本身来讲他的汤头呢 有使用这个冬菜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喝起来的话呢 有这个很香的这个冬菜的这个味道 那汤头喝起来是相当的甜美 那本身来讲 他里面有放不少味精啦 所以说他的汤头来讲 对比较不喜欢吃味精的来讲的话呢 会明显感觉到 他有这个味精的那个味道在那里面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包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呢 就是主意是非常的特别 他就是一只黑鸡来做他的代表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整个包装的版面 我个人觉得跟我小时候看到的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当然他的图片有稍微在做一些修改 然后这个袋子好像也跟以前的袋子不太一样 以前好像有比较多的透明的地方 那现在的话呢 都有这个白色的板面 就把它遮起来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主要的成分 跟原料的部分 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然后他的这个净重是55公克 那是台湾制造的 那他是由麗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这间公司所制造的 在云林那边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部分 他是说免阻 因为是用冲泡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他的相关的图案的部分 好那这个好非常的鲜明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后面的部分 那这是后面呢 他也有一些相关的文字介绍 那 产品标示的话呢 因为他是红色的字 所以比较不太容易看到 然后这个是栗山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出品 这是他的后面的部分 好可以看到后面有这个鸡丝面 这个一样 是 好那 这个的话呢 是他封面的部分 大家再稍微看一次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直接再把它拆开来 那我们来做重泡动作 好那我们来准备了一下碗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打开 好这个鸡丝面 然后我们先把里面东西倒出来 好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个袋子 然后包含了 还有一个 这个调味粉 跟这个冬菜的这个 袋子 这个 调味包 好 我们先把这个鸡丝面的袋子 先把它拆开来 好那这个拆这个很容易会散出来 那你看到这鸡丝面其实很细 那也很容易掉屑屑 这是他的袋子 还可以看一下好 这是鸡丝面 它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是他的调味粉包 我们看一下调味粉包 刀出来 里面其实 个人觉得好 那个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味精的 那个一条一条的味精 调在上面 那最后是这个冬菜包 要加这个以后 汤头 味道才会 比较干 干美 这包是冬菜的部分 好 可以看到好 这是冬菜 然后再加上我们调味粉包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做一下 热水冲泡的动作 好 那我们已经冲泡好热水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盖上碗盖 那我们等待三分钟的冲泡时间 好 那经过三分钟冲泡时间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碗盖打开来看一下 OK 那已经 面已经泡差不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面条的部分 好 首先可以看到 它这个 即食面的部分呢 它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它这个面条呢 对于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可能要需要泡两包 因为你可以发现这个面条 基本上 分量不多 那因为它这个冲泡 其实非常的容易 而且是也很快 大部分大概你再泡两分钟 应该也可以 面都基本上都已经泡 泡软了 那本身来讲 即食面它本身就有一定的盐分 所以说它的调味包 比较不太需要用到一些盐 再加盐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面条的部分 让大家看一下 那汤也是看起来非常简单 因为它基本上 除了这个冬菜 还有一些相关的那个调味粉 的一些 东西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什么脱水蔬菜啊等等 好 那是它的这个面条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 好 那 闻起来是很香啦 因为现在整个房间 都是那个冬菜的 它那个汤头的味道 可以看一下 这是鸡丝面 那个人觉得这个味道呢 就是从小吃到大的 这是非常经典 而且 这也很好吃 那现在卖这个 的店家 因为 台湾来讲的话 一般的超商啊 然后全年好像没有在卖这个 这个好像我那时候是在那个 家乐福吧 或者是爱买 然后 或者是你说那个虾皮啊 那个线商 他们 加减 都还找得到 那以前我在全年的话 基本上是有买过这个黑鸡排的 这个鸡丝面 但是因为最近我家这边的全年好像又 又看不到了 所以说 后来我才跑去 那个 虾皮上面去去找 好可以看一下这是面条的部分 然后最后再看一下它的汤头 OK 这是它的鸡丝面 好 那我这边就为大家介绍 这个黑鸡排的这个鸡丝面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OK